两个人都不愿意走 因为天津地委太肥 而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体系 同时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矛盾 两人又在相互排挤 他们之间再也不是那种铁心同盟了 在利益面前 两人都暴露出了自己贪婪自私的一面 在熟去熟流的较量中 刘青山 张子善各显身 最终心思缜密的张子善留了下来 1951年6月20号 为了欢送刘青山调人士家庄 天津地委和天津姓署的所有干部 一块拍下了这张纪念照 在照片中 刘青山和张子善依然并排而坐 但此时两人的关系却早已貌合胜利 八天之后的1951年6月28号 刘青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离金前把所有之账弄个一清二白 不留后事 绝不留空叫他们钻 刘青山在日记中的他们 主要指的就是张子善 就在刘青山忙于整理账目 提防张子善钻空子的时候 张子善也一刻没闲着 1951年8月 在刘青山即将前往石家庄赴任之时 成功留任天津地委的张子善 从地委机关生产管理处支取2800万元 同时将地委的一辆汽车一同当作礼物 送给了刘青山 刘青山不想驳回张子善的面子 可他收下钱款和汽车后 心中却十分不安 而就在此时 刘青山又被选为 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 即将随团长郭沫若 一同赴维也纳 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 刘青山已是分身罚恕 情急之下 他在临出发前 写下了那封给下属康广雨的信 事情的结果 望你更大的努力争取 让省委省府弄清事实 问清他我 我感恩不休 我认为此事 让省委了解他我的时候 真是个机会 刘青山特别交代康广雨 一定千万保密 不是别人知道 在新的结尾处 刘青山郑重地写道 请你费神从深泥中 将我拉出来吧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 从互相依赖建立利益联盟 到貌合神离 投鼠忌器的变化 令人深思 二人之间 因为利益分享而结合 也因为利益瓜分而分裂 1951年的11月21号 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 在省会保定召开 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 愤怒的李克才 当着大会的824名代表 公开揭露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行为 一时引起了全场轰动 刘璋一案自死东窗市